欢迎收看传说对决 英雄放大镜 纵使在大战中 齐尔施掌的暴风打出傲人的战机 但自由的风却婉拒了暗里森林首度者称号的束缚 他的坦荡受到女王的尊重 特别同意她无需承担任何执着 而在沉睡千年的女王苏醒之日 第一位侍奉在女王身边的却是齐尔 他放弃向往的自由来回报女王的信任 齐尔的技能伤害会给目标施加风之印记 叠加三层后形成风魔印记 降低目标80%移动速度持续0.25秒 风之印记会持续5秒钟 齐尔每次普攻会造成额外魔法伤害 当普攻命中风魔印记的目标时 会再造成魔法伤害 并刷清风盾的冷却时间 第一招 风刃 齐尔向前投持双连 对沿路敌人造成魔法伤害 并降低移动速度持续1.5秒 双连会合后短暂停留 并飞回齐尔所在位置 对沿路敌人造成魔法伤害 第二招 风盾 齐尔顺移到目标位置 对周围敌人造成魔法伤害 大绝招 飞风 齐尔化身飞风在1.5秒内随机攻击附近敌人5次 每次造成魔法伤害 并重同一目标时 后续伤害会衰减至40% 齐尔在攻击期间无法被选中和攻击 身为风元素化身的齐尔 对向风盾的机动性又有缓急效果 可以轻松地追击力量 战斗时 齐尔要多利用风刃两段伤害加硬击 再利用风盾一顺一个目标 触发三段风魔影响 也可以利用风盾切入战场 灵活地利用巨风造成伤害并躲避敌人技能 再利用武功刷新风盾的冷却 将风盾的离开战场 忠诚的齐尔为了守护女王 将掀起风暴劈开一切的障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